据塔斯社援引俄罗斯航空管理局的消息称 周三,俄罗斯雇佣军瓦格纳创始人 叶弗根尼·普利格任是一架坠毁的私人飞机的乘客 到目前为止普利格任是否真的死亡 仍然有待证实 又传言普利格任坐他的另一架私人飞机金蝉脱鞘 到目前为止,路透社的报道仍然质疑普利格任是否真的就此物理消失 一代枭雄是否就此陨落 先看一下普利格任的画像 光头普利格任的行为往往咄咄逼人,言语粗俗 经常出现在前线附近 他是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中最引人注目的命恐之一 他招募了数千名俄罗斯囚犯,成为瓦格纳士兵,而且报仇丰厚 在军事计划和弹药供应问题上 他公开与俄罗斯国防部部长绍伊古和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叫板 批评他们弹药供应缺乏,令瓦格纳士兵无辜丧生 在此,我们简单回顾一下普利格任的跌宕起伏的人生 62岁的普利格任几十年来因其公司在克里姆林宫餐饮合同 而被称为普京的厨师 西方媒体称,不清楚他和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到底有多友好 但他们却是彼此熟识 而且两人都在圣彼得堡出生和长大,有中国人能理解的老乡情谊 20世纪80年代,在长期渐进之后,普利格任开始在家乡卖热狗 很快他就开始持有连锁超市的股份 并最终开设了自己的餐厅和餐饮公司 从他的身上,可见行脉释放之后的普利格任是很有头脑和能力的 从底层完成了华丽转身 他的餐厅以其精美的食物而闻名 很快就接待了包括食人副市长弗拉基米尔普京在内的城市政要 从那时起,普利格任的餐饮公司Concord开始赢得政府贡猿合同 将其业务提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 普利格任于2022年9月承认 他于2014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的时候就创立了私人军事集团瓦格纳 这是他首次公开承认他之前否认并起诉记者报道的幕后事实 瓦格纳集团曾在利比亚、叙利亚、中非共和国和玛利等国作战 2023年5月,瓦格纳在经历了俄乌冲突中最残酷的战斗之后 占领了乌克兰东部城市巴赫木特 这也是瓦格纳以及普利格任一举成名的战斗 尤其著名的是,在攻击过程中 普利格任用脏话侮辱莫斯科高层揭露国防部的丑陋 被西方称为是打破了普京严格控制的政治体系的禁忌 随后他发布了一段视频 感谢克里木林工 同时发表了他最著名的咆哮 称国防部高层,特别是国防部长 谢尔盖绍伊古和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涉嫌背叛 在普利格任最令人难忘的视频中,2023年5月5日 他展示了一群死去的瓦格纳雇佣兵 他说这些人是由于绍伊古和格拉西莫夫造成的弹药缺乏而丧生的 最重大的新闻之一是 6月23日至24日,普利格任试图推翻俄军方领导层 俄罗斯当局称这是一次为期两天的武装叛变 许多观点认为,这也是他本人有可能被俄罗斯内部暗杀的主要起因之一 美国和欧盟因普利格任在瓦格纳担任的职务对其实施制裁 他们还指控他资助一个名为巨模农场的互联网研究机构 华盛顿称这个机构试图影响美国选举 有观点称,美国大选在即,美国对于普利格任的存在视为眼中钉 而且瓦格纳对于北约其他国家的威胁令美国更为担心 物理消灭普利格任对于美国和北约以及乌克兰都有无数的好处 周一,8月21日,普利格任在瓦格纳组织附属的Telegram频道上 发布了自6月下旬领导短暂叛变以来的第一个视频讲话 该讲话出现在一段可能是在非洲拍摄的视频中 有人看到他穿着迷彩服站在沙漠地区,手里拿着步枪 普利格任说瓦格纳正在招募人员,而且即将完成既定的任务 这一视频附有电话号码,供那些想加入瓦格纳的人使用 工作 我们工作, температура плюс 50, все как мы любим Чувака Вагнер проводит РПД, делает Россию еще более великой на всех континентах А Африку еще более свободной справедливость и счастье для африканских народов кошмарим ИГИЛ, Аль-Каиду и других бандосов Берем на работу настоящих богатырей и продолжаем выполнение задач, которые были поставлены и которые мы давали обещание, что справимся